好,還要來看到台北市東區一名知名的髮型設計師 花了百萬元買來的跑車停在了自家社區的路旁 但沒有想到在深夜時刻遭一名不認識的社區住戶 拿著安全帽猛砸,前擋風玻璃幾乎全毀 警方到場處理,這個嫌犯態度還非常的囂張 讓車主很生氣,決定向他提告回損 一名男子全身包得緊緊緊,手裡拿著安全帽 二話不說猛砸眼前跑車,一下不夠足足砸了七下 最後雙手舉高比勝利手勢,沒想到警方來了 態度更囂張 他怎麼那麼衝動,為什麼這麼衝動要砸車 車主爸爸跟嫌犯互搶,嫌犯口口聲聲喊告我 車主那麼好好的沒人結怨,怎麼會被砸車 就覺得很衰啊,怎麼會遇到這種事情 他說什麼以後見我們車長,見一次砸一次 車損多嚴重一清二楚,擋風玻璃碎成GG網狀 事發就在新北市新店區,26號晚上11點多 黃信南只是社區住戶,沒想到卻被住戶砸車 嫌犯疑似不滿,對方違規停車,這才酒後動手 因為那邊是社區,所以也不是違規停車 只要是假日就會開放路邊停車 警察沒有辦法開單的 社區住的這種恐怖的人,真的是以後都會怕 犯後態度是相當惡劣的,所以或許法院在審酌 證明加害人,他本身的犯後態度會佐量的在予以加重 這一砸跑車維修費錯過十萬元跑不掉 花百萬買來收藏的寶貝就這樣被惡意亂砸 車主決定提告毀損,希望對方寄取教訓 記者馬仁林昭賢新北市採訪報導